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个是带着贺岁党 既葛优党之后还有贺岁党 最强喜事 我在香港知道20年的喜剧系列加油喜事什么这个带来多少笑声 步步成功 但是据说到现在要大结局了是吗 对最强喜事应该是拍完这个就停一下 就这个系列暂停 你这个贺岁党是什么概念呢 香港的贺岁党跟内地的贺岁党不同的 香港的贺岁党通常就叫春节 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贺岁党 但是内地的贺岁党就从12月已经开始 圣诞节已经开始 从11月底就开始 没错 内地的贺岁党很强 没错子弹飞来飞去 硝烟现在没散见 跟西方同步 Christman跟圣诞节是前后同步 不是这反映了中国人的贪 不是同步 而是西方的贺岁我们也要 农历年的贺岁我们也要 所以形成史上世界最长的贺岁党 咱们先请黄百民导演这个最强系列 我们给大家放一段片花 给我们带来点气氛 恭喜罚才 快点吧 我都绑了 是吗 是吗 快点吧 不用带来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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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过啊 我不敢过啊 哎呀我好保护的 哎呦 这个什么 我们和张伯芝也出来了 甄子丹这片子得一半投资 花在他们身上了吧 值得的 会说话 因为加油时期都是找 当红的观众期待的演员 一起来演出 在春节的时候 一家大手一起来看 那么我以前这个 以前的加油时期都找 当时最红的张国荣 周生子张满渝一起来演的 那么现在就在香港来讲了 这几个都最红 郑吉丹 谷天乐 还有刘嘉玲 还有大家都期待张百季的付出 没错 在大陆我觉得也有人气 何导你跟黄大眼算交往多年了 你算大陆的第五代吧 跟陈凯歌他们 你们这都算第五代导演 这原来感觉我们都是艺术家的 是吗 你对香港的电影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香港电影人是非常好的 而且而且这个环境 他们香港电影人的整个的 这个培养的环境跟大陆不一样 怎么讲 大陆是从文化人 就是老觉着电影跟文化跟艺术有关系 所以走的这个培养路线 往艺术家方向培养 这个香港实际上是因为它的 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很商业的一个社会 它培养的是为了从娱乐角度上培养出来的 所以想问题的方式是有差别的 我在香港这个也算多年 我就觉得很多问题 在香港很多大陆的问题 在香港都不是问题 香港争论电影好像很简单 就是生意 它是为了票房挣钱 可是你看同样的香港导演跑到大陆来 他会遇到很多争议 比方说咱就不好意思讲一句 王晶导演在大陆拍的电影 跟这个网友发生争议 网友们说这是烂片中的烂片 但是人家王晶导演说 说一亿多的票房 你说它是烂片吗 那么我拍一个电影 是一个很精密的商业公式的一个计算 他赚钱了 你有什么可说 他其实这里面也有区别 就说你比如说像香港导演的作品 就说要想像那种能杀出五六亿票房黑马的导演 现在没有 在大陆还真的没有 我觉得出来是有困难的 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这有一个什么大陆观众 跟香港观众和其他地方观众还不太一样 就是大陆观众还要这个作品里面有一点点文化感 你纯粹给我搞笑 你纯粹给我娱乐我 我还得说你是烂片 所以他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地域文化的不同 这黄导演怎么看 这个是主场之力 主场之力 主场 真的这个是真的 这是主场 那个香港很多的大导演在这都算外援 成龙不压地头蛇 对对对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冯小刚 他的电影在大陆电影很卖 我非常喜欢他的电影 不见不散的时候 我也第一个引进他的电影到香港去 我喜欢不代表全香港人喜欢 所以他这个票房也是差了一点 那么为什么大陆这么卖 在香港差没有主场之力 反过来我们的电影在香港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住在香港 懂得香港人的口味 拍出来的东西 对香港人自然喜欢 反过来大陆也是一样 我们不懂得你们见面的东西 所以一定拍不过你们 你倒是教教我 你觉得香港人什么口味 你把握20年 香港人很简单 他进了戏院里面娱乐 你让他喜剧 你让他笑 让他开心 悲剧一样的哭着要命 恐怖片 你把他杀的钥匙 他们满足了 他们要来看 很简单 那个事情 香港人因为生活很紧张 今天现在就是考娱乐 你把他拍的拍的好看就可以了 可是你看在大陆我就说问题从来没那么简单 那天我们这有一个嘉宾不还在聊吗 说如果真讲挣钱 说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过百亿 他说过百亿怎么样都未必比得上一个洗脚行业 对吧 就说但是电影却是大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你看现在还聊什么话题 就几部大片 中国电影就成了几乎是最大的一个话题 而且是具体到香港人都没这么聊的 你比方说现在我一看 好电影里的植入广告 人们是又看电影又骂 包括电影院里放电影之前放广告时间放了10分钟 这都是现在成了社会话题在骂 你作为香港导演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骂了 弄钱就行 这个是做生意嘛 怎么其实美国电影很多这个东西出现 你看很多美国大片突然有个镜头 影着一个手标 其实已经收了钱了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香港电影没那么多呢 香港电影也有 但是这个没有内地电影这么小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 香港市场太小吧 这些广告商他放这个东西在这个影片里面 就希望所有的观众看得到 大陆市场大嘛 没错 广告效益太小了 好比说做一个广告 你与其在香港本土的电视台做 不如在凤凰卫视做 现在有人说 我现在发现电影已经有点像我们电视台了 它是个媒体了 你把依托的这个电影很多广告就进来 你包括带你像我们电视台 ok 如果你是植入广告我不说 但是在放电影的时候 电影院放很多广告 那么这个不是很多人投诉吗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电视台 那么像我们这种公共电视台 那么你是可以做广告 但是你就是不收费的 可但是一般观众会觉得我买了票 那么贵的电影票 我进了电影院 我交了钱了 这就相当于电视台的那种叫什么呢 不做广告的电视台 但是它是收费电视 你看要交钱 这个理怎么讲呢 其实也是一种新媒体 什么新媒体呢 你比如说过去我们上电梯 没有发现电梯里有广告 为什么后来因为科技的发展 你们过去没有出过那种LED的那种电视 是吧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其实电影院里有张海报就不错了 是不是 因为没有那些科技 现在科技和传输的非常方便 所以你到电影院里 看很多电视机屏幕在那 除了放电影的广告以外 也放其他商家的广告 所以它也成为一个商业的 一个推广平台了 反正现在咱们看看 中国电影的成绩 说2010年中国电影 跃进速度100亿票房 产量500多部 但是实际上其中票房过亿的电影 是26部 26部电影占了100亿票房里边的65% 然后这是一些赚钱的 过亿的电影的名字 然后你看贴片广告 市场规模可能已经达到4.2亿 比上一年这是增加82.6% 这是飞速增加 然后说是分账的数字是 大片的分账片方分钱分42% 院线最低分58% 他们说这是现在大陆的现状 至于国产小片 制片方分到的钱就更少 咱们再看看香港 这就跟大陆真是不能比 香港已经增加了三成半了 可是2010年票房收入是15.4港元 因为香港才600万多了人口 其实严格从人口比例上讲 香港创造的票房并不低 我觉得香港电影人了不起 对 因为什么呢 香港的人口实际上是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但是他创造了15个亿的票房 那很不得了 但是你现在作为香港导演 不可能不北望神州 一定的 但是神州这片水 这个深浅你觉得你摸得出来吗 从这个2004年这个SIPA开始 永水河拍片进入大陆市场 可以分仗 分仗 开始 我觉得给了香港电影一个春天 那么香港电影在80年代非常厉害 80年代真的香港是东方的好莱坞 它最高生产300部电影一年 一个600万人口的地方 你看看 想想 还有政府从来没有支持过香港电影 这个时候 这个港英政府从来不管你死活 对 你在这项派系 有人来替你收钱 很麻烦的 所以只有黑社会支持香港电影 哈哈哈 但是我们香港电影还拍拍的拍的这么好的成绩 没错 非常了不起 但是到今天呢 今天又后来又有盗版的出现 还有97年发生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到伦均的地方 因为我们还要靠卖片 影响了这个情况 那么慢慢这个大陆这个时候还没开放 叫做开放也是假的 因为我们跑进来 04年之前跑进来大陆投资都是焦头烂额的 怎么焦头烂额呢 因为都都这个东西都不透明的啊 现在很好 现在SIPA之后 2007年就真的非常的透明 你看SIPA之前大陆的票房不能敲过10个亿 现在100个亿10倍 我看还有网上的机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这个也带动了我们这个香港的电影 但是我看香港导演跑到大陆啊 有的也有一些困惑 那天我看见彭浩翔讲一段 他说到大陆有那个人给我投资 他说但是这个钱呢 跟香港那个投资人不太一样 没老板 说没老板呢 那说3000万4000万我都有 但是彭浩翔就说呢 我听了听 他是希望他这3000万4000万的 应该给他产生阿凡达一样的 受益和效果 然后要不就是说 我投给你3000万4000万都行 你拍这个电影要拿奖 我的这个女朋友 你给我让他当女主角 这是不是香港导演 你在大陆也有听 全世界都有 都有 我觉得是彭浩翔啊 这个这个因为是香港导演 所以他觉得这个事很受刺激 受刺激 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大陆导演 这种事每年都会发生无数次 找你来拍戏 有点条件的 什么这个回不回成本没关系 不要赔太多就行 所以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讲 都已经不是什么特别 特别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只是我们大陆导演 就是我大部分比较成熟的导演 会用那些职业制片人的钱来拍电影 就职业制片公司的投资来拍电影 因为大家的游戏规则是在这个行业内的游戏规则 你要用了一个不是这个行业内的钱 这里就很麻烦 他不按你游戏规则来 不按你游戏规则来 你拍到半截还有给你塞人的 是吗 那有新认识的 不行赶紧写一个 写一个在后半部分 当然电视剧比较多 小三后边小四 又有小四来了 小四来了 接着再加十集 在后边 这种事情都会有发生 反倒是香港我觉得很少这种事 也有 有吗 也有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只要是娱乐行业 和资本一结合 一定有这种事 今天美女 光娱乐就简单了 光资本也简单了 这俩要一碰 什么事都可能 但是这些人就算电影拍了 也不成功 真的成功的还是专业的 专业的 对 这个你解释解释 我是听他们讲 说电影投资有专业的钱 和非专业的钱 我们愿意要专业的钱 这个你怎么理解 专业就是我们电影人真正拍片 赚钱在投资在做 这些老板都是业外电影的 对喜欢电影的 其另外的有些突然在另外一个行业赚了钱了 我钱太多了 我玩玩电影 找你来 捧我的女儿 捧我的儿子 或者捧我的女朋友 这大部分都不成功 也拍不成功 好像在历史上没有成功 没有 真的没有成功 他有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职业制片人有一个职业的公司的钱 他就说他投一步钱 他后面如何宣传包装的预算 他都能跟进 是吧 有时候经常来票友的那些投资人 投完了 拍完了吧 后边要宣传了 要包装了 他也不出钱了 他不知道躲哪去了 他做大生意去了 后边那个东西怎么办 因为他不职业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制片人 他知道我一年大概投 比如说五部戏十部戏 我总有赚钱和赔钱的 他能承受得起赔钱 因为赔钱了 他知道这个选财我们可能有错了 或者我们哪些方面 娱乐推广有问题 他会在行业的里面总结经验 他下面还会继续投资去拍摄 这还是叫树叶有砖锅 不熟不做 他会持续的来去做 因为电影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但是黄道远 我也有一个问题 也很感兴趣 就是作为香港的电影人 跟大陆方面合作 现在就是合拍片 具体进入到我们人情世故的环境里 你会觉得有些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 或者需要去适应的地方 慢慢适应 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也有合拍片 这个时候我们香港进来 我是最早进来拍合拍片的一批 那么我们带了香港的团队过来 那么合拍片一定要两个团队合作的 基本上比如一个摄影 一个香港的一个道具 一个香港的一个道路的 基础在做事情的时候 全部都是香港人做 大陆就手抽着烟 十多年载机架 发表评论的是大陆人 但是现在反过来 你看到十多年后过去了 现在大陆的市场浮沫了 你进来 大部分工作都是大陆的人 反而我们也不需要 太多人过来 这个主要的团队过来了 沙满地的人都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熟练 熟的人的变化太大了 所以我原来跟何岛 我们曾经有一次聊 我跟他聊就是说 说是大陆的很多各行各业 这个不专业 不管是道具 还是什么什么不专业 但当时他就有一个观点 他说这不专业 关键是钱没给够 说你老是在所有的地方这么压缩 希望不花钱也能办事 什么花少钱办钱多的事 我举个例子 不是去年出现一个事情 把台湾的一个个性烧伤了 爆炸那个事情 其实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 对吧 就因为什么呢 你应该请专业的 更好的烟火师来去完成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就有点 做烟火有点像那什么似的 就是咱们吃那个河豚 那厨师你得有证书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 这个是不专业的 不专业的 一定是出这种事情 那就说他的预算 尤其在安全方面 或者其他更需要专业人士 这个预算一定要给够 所以这个有时候为了压缩成本 投资人为了这个急功近利 就是把钱花到了演员身上 花到了剧本身上 花到了一些主要的 剩下的人 他雇一个三四流的业余队伍 可能就给你干了 那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吴宇森导演就是有一句话 他说今天内地的电影市场 很像这个20年前的香港 你怎么理解他这个话 冯博 彭博 彭博 还有观众都希望到学院去看电影 看电影以后大家讨论 其实骂也好 赚也好 好事 最怕的不骂 不赚 不理 就没人关注 就没有关注 最怕不搭理你了 对 骂都不怕 骂我们电影人也高兴 因为你是看了才骂 你不能说你没看就骂 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 也真是你发现没有骂来骂去 票房越骂越火 一定是 因为当这个一定是赞扬的和骂的人 把这个市场变得很红火 让人觉得 这其二是什么 是电影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才有讨论的欲望 发表意见的欲望 对就跟你比如说 冯小刚发一微博 对吧 十几万人在那转来转去 是吧 因为它变成一个讨论的话题 所以它可以使这一条微博很火 电影也一样 拍一个电影 有骂声 有赞扬声 是吧 有不满意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就把这个行业一下 给弄得很繁荣 但是你要说20年前的香港 我记得那个时候讲 刘德华都有外号的 叫什么来着 刘十三是吗 刘十三 还有个女演员叫郑玉玲 叫 郑九组 郑九组 什么意思 就一同时拍十三部戏 同时拍九部戏 同时在九个剧组里 就当时香港就动到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这样一个程度 人们说后来也带来一个粗制滥造的问题 对 这个也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有一个危险 应该要多捧一些新的演员出来 就分担吧 不可能一个人同时拍这么多部电影 但是你现在还是要用这么多香港港腕儿来拍你的最强喜事 因为过年我刚才说了 过年就是一家大手都有看电影 所以习惯了我们这个加油时事的系列都是用全新一大飘大腕一起来演 用大家看得高 你觉得这种你所理解的就香港人的这种逗乐 开心 这个幽默 大陆人能议会吗 到了大陆 尤其北方当然是差了一点 因为这个 就像冯小刚在南方 对对对 冯小刚到南方到香港也差了一点 因为这个幽默也有地区的 当你一配到普通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但是我希望慢慢慢慢